口無蠢蠢欲動 麵條煮得剛剛好 自己在灑點蔥花 這碗牛肉麵讓人看得十幾大洞 一旁還有整桌滷味 絕配組合 但要自己做起來 恐怕得花好大一番功夫 畢竟看看現代人的飲食習慣 有時候買一些比較水餃 或是我比較喜歡吃一些麵絲 可能就是一些快速料理的東西 就是回家簡單煮一下 就趕快吃這樣子 家裡其實我還蠻窄的 就是家裡都懶得出門 然後平常就在家裡打game這樣子 追劇 三餐的話就隨便煮個泡麵這樣子 看冰箱有什麼就吃了 簡單快速才是重點 電商平台找來金鐘市地陳雅蘭代言 把八點檔中牛肉麵跟滷味重現 其實重點是它是常溫的 常溫保存 所以除了你在家裡 它非常的好收納 它不會占到冰箱的空間 那你去露營的時候 它其實也非常的方便攜帶 不只看準宅商機戶外 Outdoor更是趨勢 讓不論在家或外頭 一桌好料輕鬆上桌 所以我們這次推出這樣子的 一個懶人料理 讓你在家裡六分鐘就可以輕鬆上桌 等於一家人的晚餐你就搞定了 那其實我們是非常的看好的 所以希望可以為整個平台 帶至少翻倍以上的業績 牛肉麵兩種口味 肉量增加50% 滷味則有三款 還附青花辣椒粉 帶來不同味覺 層次風味 滿足懶人 陶可德味 TVBS新聞綜合報導